Lalala Lalala 今次的歌叫Shish 是好像 旁邊聽到很多聲音 聲音是說你不行不行 Shish是一個感覺 就是覺得你 你們有點吵 好嗎?我有分數 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歌的內容都是 講這件事 旁邊的人怎樣看小你都好 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終有一天你一定會成光 跌了他們的下巴 跌了他們的眼鏡 今次我們的MV 就拿了一些歷史的示例出來 那就是什麼歷史示例呢? 就是講的是 以前人類 是完全不相信人類 能夠在天空飛翔 在取笑一些發明家 覺得他們傻 天蠻行空 不踏實 但是現在 一天都飛機 一街都電腦 打裂他們的眼鏡 現在這個世代 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將一些標籤 放在其他人身上 你是什麼的? 你是什麼? 好像我們演出的那樣 你們是舞蹈員 你們不會唱歌 很多人都會放不同的標籤 在你身上 但是這個標籤 究竟你怎樣拿呢? 是不是它標籤了你就是呢? 還是其實你有其他方法去 描述 或者去解釋自己的資料呢? 我覺得這首歌 是有一個好心的意義 讓大家反省一下 我覺得是 我不能夠說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 我們想做 或者是 想 achieve 到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我們這幾年 由一開始比賽 完了出來 大家都覺得 哇 你們行不行的? 你們12個 你們做歌手 下年就沒有了 那我們都 現在堅持到去第五年 我不是說 我們現在做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幾年 不多不少都有一定的進步 然後去慢慢去繼續 在這一行那裏 fulfill 大家的需要 希望滿足到其他觀眾的要求 做回我們自己 可能剛剛的問題 我可能不會 答你行不行 或者答你 我們去到什麼位置 我們就是做回自己 繼續理行回我們 第二句的就是 我們要給自己信心 繼續做 那個答案就留給你 遲些回自己 我覺得那個答案是 其實 不會現在找得到 還有我覺得 即使無論結果是怎樣都好 我覺得我們12個 都是保持一個 我們只是喜歡一班表演的小朋友 我覺得這次這首歌的排舞 都好 配合到首歌 剛剛阿Man說的歌 就是我們Win Win 和Beep排的時候 我們這次的動作上 是比較swag 比較換味 重一點點的 就好像回應回 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 去應對剛剛阿Man說的事情 即其他人很多人都會給你 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 最後的決定是 放回自己 打回自己的節奏 我們用一個輕鬆 換味重一點的形式 去交代這件事 我覺得這首歌是挺有趣的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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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